我們看這個第一題 他說A1,A2,A3,A4是時速的 那A這個圖形是這樣子 2是這樣子,3是這樣子,4是這樣子 那麼A1,A2,A3,A4的順序為何 我們知道這個Y 如果寫成AX平方的話 那你A如果大於5的話,往口向上 A小於5,往口向上 所以3,4是小於1 A3,A4他是小於1 那A1,A2他是大於1 再來就是說 如果A位大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他外方向跑越快 A位大的話,你帶同X 那A越大的話,A越大 代表A跑得越快 代表越瘦 就A越大的話 A越大的話,這個就越瘦 那A越小的話,這個就越胖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說 這是A2 A2他是大於A1 這我們看到,3跟4的 3跟4的絕對值應該是4比較大 所以變成A4比A3小 A4小於A3 這是小於0的 這是大於0的 所以他的次序是什麼 是A2大於A1 大於A3 大於A4 這是他的次序 好,我們來選一下 好,那現在我們看 A1最大,不對 應該A2最大 A2是第二大,也不對 第二大應該是A1 A3是第三大,沒錯 C是對的 A3是第三大 A4最小也對 D也對 CD兩個都對 這樣看 1 A2大於 A2大於 沒錯 A2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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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也對 所以答案應該選CDE A3 A5 A4 A6 A5